别看这些TVB女演员作品不多,人家曾经拍戏的时候给自己积攒了大量人脉,下了牌很大的棋,现在摇身一变,各个上市公司CEO霸道女总裁,有的人当演员是为了嫁入豪门,而有的人是直接把自己变成豪门。 本期的波罗巨叨叨就和你聊聊,那些升级做女总裁的TVB演员多理智,TVB演员张玉山,古天乐最心烦的女演员,感觉她很势利,心思根本不在拍戏上,25岁退圈短短四年就成为上市公司总裁,人生传奇到根本无法复制,她演过片中传奇里的女二号,钱宝儿,妻姐妹里的陈媛媛,职场剧妙手人心她也参演过,总之这张脸你不能说是多熟悉,但也谈不上没见过,她是如何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, 冠成亿万富婆的,说起来张玉山在娱乐圈并不是惊艳四座的大美人,她出生在香港一个中层家庭,上面有哥哥,下面有弟弟,她总是被忽视的那个,父母对她要求极低,以后只要嫁个好人家就行了,越是被小看,张玉山就越想成功,1985年15岁的小女孩从国外留学返岗,本来是一个悠闲的假期,却被人看中,拍了一则口香糖广告,之后由于外形条件好,又被唱片公司选中当了歌手,可惜发了几张专辑效果平平, 她又转行做了演员,既然来到娱乐圈张玉山就不想平平淡淡的过,她觉得靠演戏出名太慢,为了另辟蹊径,她逐渐成为八卦周刊的常客,和古天了谢霆风拍戏的时候,会故意让媒体误会,这导致两个男演员非常火大,吐槽张玉山又茶又心机,后来都没有男演员敢靠近她,看着这群绯闻男友这么不上道,张玉山换了思路,不如和老板传绯闻, 其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和邵逸夫的关系,两个人相差67岁,邵逸夫总哪都把她带着,张玉山绝非一个无脑炒绯闻的女子,点关注,咱接着往下聊,邵逸夫有四大红颜知己,张玉山就是其中一个,向华胜月女无数,但甘愿把资产分给她,29岁张玉山就身家过亿,看着在影视剧里演的若柳浮风,其实张玉山在下一盘大棋, 2006年邵逸夫身体恢复出院后,第一个约见的人就是她,张玉和她比,虽然多了美貌,却少了心眼,当年向华胜把张玉捧到了港圈女神的位置,本以为两人好事将近,却被一段没有来由的风水说搞得一拍两散,之后向华胜就对张玉山一见钟情,把她当作张玉的替代品,当坊间都以为张玉山要大红大紫的时候,她却放弃了爆红的机会,天天守在向华胜身边,大家太小看这个女人,红不红的张玉山根本不在乎,25岁, 只是在娱乐圈混了个了熟的张玉山宣布退圈,安心做向家的小女人,后来她开始慢慢学做生意,利用娱乐圈的人脉开办了一家先提美容机构,沈殿侠的女儿郑欣已有段时间变瘦了,就是张玉山的杰作,短短几年间这家美容员就上市了,而她也成为香港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老总,在身家积攒过以后,她立马和向家划清了界限,2006年她一跃成为世界杰出华人之一,多年后向华胜逝世,张玉山出现, 和向太同行关系不是一般的好,这足以看出张玉山很会做人,实现财富自由的张玉山越来越会保养,至今未婚看起来顶多30岁,每月光面膜就要付60篇,张玉山对娱乐圈从不留恋,比起名她更看中立,这才是高手。 和她经历很像的还有TVB演员曹仲,就是这位,她在《妙手人心》里出演过,之前说邵逸夫有四大洪言之己,曹仲就是她最喜欢的一个,因为这个女人很清醒自己的路该如何走,她不像陈松林利用和六叔的关系疯狂接喜,她在TVB拍的戏很少,更多的时间是陪邵逸夫看戏,并讨论香港影业的发展和未来。 曹仲的长相很有亲和力,还有小邓丽君的美名,她十分善于投资,光是在香港开设的餐厅就超过了100间,和赌王四泰良安琪还合伙开了一家知名的连锁甜品店,曹仲要的是在商界的地位,而不是在娱乐圈的地位,能被六叔看中的女人都不简单啊,你认为呢? 陈妙英在TVB拍戏的时候,百般接近欧阳振华,她不是为了搞绯闻,而是为了结识欧阳振华的老婆傅杰,傅小姐是澳门四大家族赌王傅老荣的孙女, 不仅身价过异,手上还掌握着大量的商业资源,虽然陈妙英挖空心思,但傅小姐就是不见她,还扬言再敢纠缠欧阳振华就让她混不下去,陈妙英也不是下大的,毕竟她曾经做过湾仔之虎的女人,开白两道通杀,看赌王孙女不上道,她又攀上了香港玩具大王蔡志明,老蔡虽然情人众多,但陈妙英是最不简单的一个,她想法很简单,我不是来破坏你的家庭,我是来帮你的,面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,蔡志明很欣赏, 决定手把手叫这个女人做生意,刚开始两个人还有些避讳,时间久了,两个人就公开挑灭了关系,这引来原配的强烈不满,可陈妙英是何许人也,她略失小气,就把原配变成了好姐妹,正当媒体等着看家宅大戏的时候,两个女人已经有说有笑的从蔡家挽着手出来了,陈妙英从小混社会,那张嘴不输伪小宝,她从来不承认情人的关系,由于陈妙英很会把握分寸, 所以深得大夫人的喜欢,没过多久,她就能随意进出蔡家大宅,凭借精明的智商,她早已洗掉大哥的女人,富商的情人,最丑港姐这些不入流的标签,成为上流社会的亿万女富豪,拍完无头东宫人家就退圈了,2006年,陈妙英还获得了世界杰出华人奖,当年那个不爱学习的小混混, 居然还拿到了美国哈姆斯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,娱乐圈女星都不简单,但有人格局很小,机关算尽,无非就是想大红大字,但有人格局很大,对光鲜亮丽的明星生活根本不感兴趣,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,表面云淡风轻,其实把身边每个人都摆上了他的棋盘,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?评论区聊起来关注,拍下来TVB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我了。